台北市松山之乱持续延伤 那今天台北市警局也公布 被所长所格式化的关键96秒影像 其实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当时呢这名杨姓教官 先跑到派出所来进行求救 接着一票黑衣人是直接冲进来 甚至还推倒红龙 一路呢将整个人都推到值班台里面去 那其中一名男子呢更是嚣张 直接拿起椅子往值班台的电脑猛砸 也导致电脑当时就出现裂痕 甚至所有的办公用品也先都散落一地 那事后呢这名副所长看到呢 也立刻出来将这名黑衣人给压制 事后呢陆续将整群10名黑衣人 慢慢的推到所外才结束这场纷争 而台北市警局今天也对此来做出说明 但也听听现场最新 他讲话讲一半 不想害长官 不想害人 其实他讲的是教官 他没有其他的 很单纯的 好谢谢 画面整体事件事发就是在4月16号的凌晨2点 当时呢这名阳性教官员喝酒在路边乱呛路人 导致呢被路人一路追到分局内 那当时呢黑衣人相当的嚣张 就直接进到分局 分局跟派出所里面不断的叫嚣 甚至还砸毁电脑 那其实当时事发后 副所长当时是值班的状态 他立刻也向所长来进行通报 不过所长呢确实在晚间的时候呢 与一名复姓寻佐竟然将监视器的画面来进行格式化 而整个画面也全都被监视器画面给拍了下来 今天也在记者会上将所有画面都提供出来 对此呢任命前所长也透过律师表示 当时会将影像格式化是为了顾及同事的情谊 那没想到事情风波会闹着这么大 台北市警局也表示呢 会对这样的事情呢绝不纵容 也将会依法来处理